大家好我是阿和 今天剛好是跟大家來看一下現在新門弄的一個聖誕市集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之前講的 他那個門口掛了一顆大的水滴 然後整個城牆看起來是蠻壯觀的 然後整個裡面就是裝飾了非常有聖誕氣氛 然後現場也都是播聖誕節的歌曲 感覺是蠻熱鬧的 然後他現場也是要看那個Green Pass 他整個看起來是蠻繽紛的 然後因為現場特別用那個木製的小棚子 所以看起來真的很像是 旁邊是戴著聖誕樓公公的帽子的 DJ 然後旁邊這個是一個小咖啡廳跟酒吧 大家都在這邊喝東西 感覺應該都是賣一些 typical聖誕節的東西阿 還有一些吃的阿 不過因為今天是禮拜三 而且是第一天 所以感覺沒有非常多了 還可以阿 感覺這個沙拉類的東西 然後這是感覺是賣那個蠟燭 各種不一樣的小蠟燭 然後也看到現場也是有一些修飾在這邊 所以喔 則在這邊看起來是很難的 放進去 基本上這些裝飾跟上次拍的那個點燈丸的 大致上是一樣的 只是因為增加了播放歌曲 然後整體來說整個看起來就蠻熱鬧的 看起來好像還是有些攤子還沒開始擺 這也是賣一些蠟燭類的東西 然後熱食 然後甜甜圈 看起來是因為還沒真正到聖誕節 感覺上氣氛是還好 沒有非常的熱鬧 不過就是大家出來逛一下 感覺有個氣氛這樣就好了 看到這個就是 這家阿拉伯的咖啡廳還蠻有名的 就是會有各種甜點啊 咖啡什麼的 然後裝飾也都是聖誕節的感覺 只有桌子的腳有聖誕 穿著襪子 有個聖誕老公公的感覺 我感覺是蠻小的啊 在這邊也是有在賣熱紅酒 是因為今天其實沒有那麼冷 所以就沒有特別那個 然後旁邊應該是 感覺應該目前 先看一下這個看回去的感覺 結果我得要進去送吃的 然後從這邊走過去應該是會到那個 聖誕老公公的家 等一下開一下聖誕老公的家有沒有開 就網路上查 我覺得今天應該是有開 所以我們去看看今天到底有沒有開 然後如果有開的話 通常應該是蠻多人在排隊啊 然後如果有開的話 雖然說現在還沒有辦法確定 等一下看一下就知道 然後晚上的旧城區 其實也是蠻值得逛的 因為 就感覺是用紅黃的燈光 只不過之前有上司看過那個 光明節的時候 走猶太區的時候 那時候的感覺就是這樣 就是整個 還蠻輕鬆的氣氛 看到就是其實是沒有遊客的 感覺就是整個都沒有人這樣 整個感覺看起來是應該是有開 因為看到有燈在閃的感覺 然後這個應該是在排隊 然後這就是全世界唯一 騎著駱駝的聖誕老公公 然後目前裡面看起來是客滿的 所以大家在外面等 前面這個也是等著要進去 然後就到我們先等一下好了 因為不知道等多久 然後這個是聖誕老公公的家 這個裡面就是聖誕節的氣氛 因為沒有特殊要拍照 所以我現在在外面等下 我去找你 看到現場很多聖誕節將光的裝飾 看起來漂亮 好像有一個錄片 對,它有大陸的東西,和盡利利和秋莊 還滿聖誕節的氣氛 裡面就是還有聖誕節的氣氛 是 謝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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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嗎 然後裡面有一個 就是賣商品的地方 覺得有些看起來都是聖誕節香蕉裝飾的一些藝品 還有一些湯跟飲料 這主要是因為今天不夠冷啦 如果比較冷的時候應該就會有人特別來這裡買 旁邊有一個聖誕節 聖誕老公公的小裝飾 聖誕節的小猩猩 來這邊大家就是認這一顆 然後還有這個聖誕老公公的標誌 應該是很好認啊 就是走進來就是看到一個亮亮的地方 然後這旁邊有一顆聖誕樹 看起來蠻漂亮的 他弄了一個會搖擺的路 那個路是會動的 我今天也蠻酷的 那今天逛一下那個新門的聖誕市集就到這邊啊 我們在接下來如果有其他的看到其他的聖誕市集的話 我們再找時間去逛一下 大家看到就是整個 現在就是在排隊了 剛剛也是稍微排了一下才有的進去 可以看到平常如果真的有遊客的時候是多可怕 那今天走路就先到這邊啦 大家晚安 掰掰